北极高温5.7万年的史前生物尸体解冻 在线地球 科学家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其实早在2020年初 科学家就发现了冻土里4.6万年的鸟类尸体 他们担心随着北极温度增高 这些冰川深处的危险会逐渐释放 而现在冰川融化 尸体在线都已成事实 但他们到底带有什么可怕的病毒 谁都不知道 只有这个电影做出了大胆的猜测 全球变暖 北极冰川融化 科学家大卫带领团队实地研究 全球高温给物种带来的影响 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只北极熊和鸟 正在啃食冰河上仅有的食物 但走近一看 出乎所有人意料 这食物竟然是冰川消融后 暴露出的史前生物 猛马象的尸体 为了让人类引起警觉 大卫邀请了三名大学生 与他们一起参与研究 除此之外 大卫还想说服女儿小美一起参与其中 然而就在他给女儿打完电话后 却得知那只北极熊离奇身亡了 大卫猜测是猛马象尸体出的问题 并立马开始研究 两天后 大卫打电话给父子接送学生的飞行员小黑 教导小黑一定不能让女儿上直升机 不能把他带过来 然而他不知道 小黑根本拦不住小美 当学生们到达实验基地 里面空无一人 没水没电 还充斥着恶心的味道 越往里走 味道越重 接着他们就发现了实验室里的北极熊 第一次看到北极熊 学生顾不上调查死因 咔咔就是一栋拍 而靠近北极熊的小黑 像是被跳蚤咬了一口 并未放在心上 另一边 早已驻扎在野外的大卫 看着史前生物的尸体陷入了幽思 自己过来的向导意外死亡 女助手也似乎被什么感染 身体越来越差 他们都在等待救援 而大卫却谎称 自己已经通知了救援队前来救援 并阻止了学生继续前往基地 女助手这才放心地离去 然而很快 谎言就被触破了 女助手接到了基地里小美的电话 不是说学生们都没来吗 她意识到事情不对 便急忙找到大卫 大卫得知女儿竟然还是来了 也变得异常紧张 要求她立马撤离 事后大卫敷衍地解释了几句 便和另一个助手密谋着什么 女助手似乎知道了大卫的企图 拿起枪毫不犹豫地击杀了大卫和同事 与此同时 实验基地里小黑被咬的伤口越来越咬 开始流血腐烂 而就在昨晚 一名女同学也被咬得满身是伤 她们开始怀疑咬人的并不是跳蚤 却没有发现 北极熊的尸体早已发生了异变